创业计划书撰写基础如何创业 资胜的营运计划书 中山创业投资 中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征会三种经理 腰带要善用笔记本 要看懂报表 说支表成本资产互债表 报表说支表 成本资产互债表 要善用笔记本 要看懂三种表 报表说支表 成本资产互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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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创业自身的营运计划书 简报大纲 成本资产云 成本资产互债表 成本资产互债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述说一致 逻辑清楚 真实明确 深入浅出 避免错误 内容架构与计划延期 产业分析与市场定位 产品服务规划与设计 行销计划与顾客管理 财务计划与获利分析 6. 经营团队与管理架构 7. 计划可行性与结论 计划可行性与结论 计划3月 整个创业计划的重点 3. 计划延期产业分析与市场定位 产品服务规划与设计 行销计划与顾客管理 投资评估与获利分析 计划灾要赚谁重点 充分表现创业热情 简要说明产品市场顾客及供应商 解释你的公司与众不同之处 说明需要多少开办资金 一估多久之内可以回收 计划延期 详细创业动机看到什么 需求 要创造什么新需求 要解决什么问题 3. 产业分析与市场定位 产业现况与相关数据 产业特色 产业未来趋势与机会 产业竞争分析 市场定位目标顾客群 产品规划与设计 产品规划与设计概念 产品服务特色说明 产品服务核心价值 产品服务竞争分析 产品服务研发与发展阶段 产品服务的流程及技术管理 服务行销计划与顾客管理 公司目标与经营发展阶段 营运模式 收入支出及成长模式 行销计划四批 产品定位通路推广 产品定价定价格 通路推广 产品products定价价格 通路plus 推广 顾客服务 核心服务 资讯及咨询服务 顾客关系管理 市场温析赚取重点 产业趋势为何 你的既有和潜在竞争对手在哪里 你的顾客是谁 他们为何被你的生意吸引 相较之下 你的优势与肉点何在 主要的行销计划 产品与技术赚谁重点 产品服务的特性与用途 产品制造服务流程 产品物料的主要供应商 价格与品质 这主要设备及影影场所 影影场所之布置 六财务计划与投资 报酬分析 说明财务无益估的 基本架设与会计方法 资金募集规划与股权结构 财务义估包含有 资本预算支出 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预估表 包含了销售数量 价格与总成本 收入金额 顺利平衡分析 顺利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敏感度分析 投资报酬利益估 投资人回收资金的可能方式 时机 以及获利情形 通显分析 财务计划与投资报酬分析 说明财务义估的基本架设 与会计方法 资金募集规划与股权结构 财务义估包含有 资本预算支出 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预估表 标含包含销售数量 价格与总成本收入金额 审计平衡分析 审计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敏感度分析 投资报酬利益估 投资人回收资金的可能方式 时机以及获利情形 风险分析 财务分析赚水重点 提出3-5年的财务益估 如何取得盈印资金 需要借多少钱 前1-2年的现金流量预估 需要几年才能顺利平衡 公司会有哪些资产和负债 财务分析赚水重点 提出3-5年的财务预估 如何取得盈印资金 需要借多少钱 前1-2年的现金流量预估 需要几年才能顺利平衡 公司会有哪些资产和负债 其组织架构与经营团队 企业的组织架构 经营管理团队 学经历背景资料与专场 拥有的成功经营经验 优势的组织管理能力 管理架构赚水重点 公司有谁经营 每个成员所扮演的角色 主要成员的资历 可照顾公司的相关技能 训练或学位 管理架构创水重点 公司有谁经营 每个成员所扮演的角色 主要成员的资历 可照顾公司的相关技能 训练或学位 八计划可行性与结论 结论之功能在综合 前面的分析与计划说明 企业整体竞争优势 并指出整个经营计划的 立基、所在及可行性 结合附件证明资料 能够证明前述各项计划的资料 详细作为流程与技术方面资料 各种参考和提的佐证资料 第二部分青年创业贷款计划